熊熊很想想上鏡頭的樣子 哈囉 我是醬哥 今天我們來分享我們的北海道購買的伴手禮 這個好了 好嗎 這個是這個銀之中的 我們這個銀之中呢是到那個咖啡廳喝咖啡 然後他這個呢 就是他的杯子可以帶走 可以看到可愛的Hello Kitty杯杯 耶 那這個杯杯呢一次呢是喝 喝一次是700塊日幣 那這個700塊日幣還包含了一個餅 那個類似一個小蛋糕這樣子的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還有另外一個 他一共有四種 四種杯杯可以選 他也有小叮噹的 那他有三款是這種Hello Kitty的 他還有粉紅色的 北海道一定要買馬油 他們當地現場的馬油 我們這次買了好幾罐喔 這個呢是這個 傷口的那個 就是如果你手受傷啊 就塗在手上 很快就可以癒合了 有沒有 液體 半創膏 樹幹的 OK 那 還有這個 口內貼 這個是 降少的 護唇膏喔 這個呢 這是我抽到的 這個 鋼彈的 這個 F賞 這次我沒有抽很多啦 就兩抽這樣子 就抽到一個F賞 然後 一個E賞 他是一個電板 我們這個 北海道熊 韓管熊喔 他是可以講話的喔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後面有這個開關 Hello大家好 我是醬哥 我是醬哥 很可愛吧 是不是 我們這邊還有這個 十六茶 這個十六茶 不太好買喔 然後 喔 那隻熊熊很搶劲 我知道 十六茶 我們等一下來試喝一下喔 他是可以泡一整壺的 熊熊很想上鏡頭 對 他就是很想上鏡頭的樣子 我先把他關掉 那我們小鑽運盒呢 必買這個 這個是 音樂盒喔 我們這個音樂盒是這個 登登 登登 他有這個 音樂的 旋轉喔 30條奶茶 好不好 這個奶茶 還蠻好喝的 這個是買給長輩的喔 然後 第一天啊 白變灰 然後第二天是 灰變成 比較深一點的 黑色 然後第三天呢 就變成黑色這樣子 他是慢慢去洗它 然後就可以改善你 頭髮的顏色 而且他是蠻天然的材質 一種泡泡面膜啊 這個降少花了不少錢 在這個上面 泡泡面膜呢 就是你敷在這個臉上面的時候 起泡泡 然後在啪啪啪完了之後 你再把臉 把它洗淨喔 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面膜啦 哇 這也不便宜 9800 這也不便宜喔 這9800塊喔 Material的這個是 礦物水喔 這是有點像類似B群啊 然後就是 喝的B群 當你喝下去之後 再配180cc的水之後呢 你不會 不會有那個大蒜味 或是上廁所會黃黃的尿啊 就比較自然的東西啦 GAS的包包 來我們來開箱看看 是GAS的包包 好啦 我們開箱GAS的包包 喔 還不錯呢 拉臉可以這樣攬開 可以放小東西 這個也放什麼 零錢嗎 好啦 我對女生的包包不太了解 不過就是 就是還蠻 可以放很多小東西在裡面啊 然後 大概就這樣吧 登登 我在韓館機場呢 發現一個藝術家 這個藝術家畫的東西非常的漂亮 可以看到 我們的 四季村的 沒有啦 我是覺得這個畫真的還蠻好看的 所以 然後他又是有彩畫 所以我就把它買回來了 一共是4200吧 這幅是4200日幣 然後還有一幅大幅的 大幅的 還蠻細心的 附上了一條繩子 跟他的 簡單的小卡片 他是大西翔 他也辦過很多畫展 都是在這個北海道韓館這裡 還有這幅畫 是我也覺得蠻喜歡的 就是有那種海洋的感覺 藍瓶嗶嗶 只有日本才買得到 當然啊 我們的 這我買了很多包 我最近只有開這包 這個還蠻好吃的 最近很紅啊 這個是起司 然後裡面是那個干貝 這樣 音樂盒 我們這小尊一盒買到的 來開囉 好的 我們的這個音樂盒開箱囉 他一打開呢 就有 簡單的說明在他的盒子上面 我覺得這還蠻細心 教我們怎麼樣把它打開 然後他的那個 電池怎麼取得 然後在這邊會有他的簡單的 使用說明書 還有他的介紹 還有他的介紹 我們看看他的介紹 什麼東西 日文的 這是什麼 英文 注意事項 打開之後呢 會有這個 這個 這個紙 這是什麼 類似像 宣紙把它包起來 然後底座是用這個保麗龍嗎 這個是一個旋轉木馬的 這個音樂盒呢 接到這邊了 他還有這個七彩的LED燈 可以顯示出來喔 那我們這次的開箱 先到這邊 喜歡嗎按個讚 下次再見囉 到這邊 pre 櫻子 到這邊 可以 到這邊 這次的開箱 就是 對